港湖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拉台要參選港湖區議員的陳宥辰 黨內武席立委總動員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也高喊加油 民眾黨 聽說他十二歲就 跟在黃珊珊旁邊畫文宣 你知道嗎 但現在在我們台大的國發時候 在讀壽士翻譯 所以我保證 他將來的論文 一定是自己寫的 柯文哲聽子弟兵 還酸了一下國民黨 陳宥辰是黃珊珊議員時期助理 現在準備選議員 至於黃珊珊早就被柯文哲清點 當未來台北市長接班人 想太多了 不要老是在想選舉 就是該做的準備 一步一步去做這樣就可以了 我常說不能靠著知名度 靠著一些單純的空戰 我覺得路戰還是最重要的 也許是高雄市長補選 民眾黨慘敗只有4%支持度 被歸咎於太明信空戰聲量 無心經營陸戰組織 如今柯文哲談2022 哪些地方推出縣市長候選人 態度非常保守 這個都講太早了 其實明治維新 也不是讓你們想像一二三 日本就改變了 明治維新花了大概四十年了 所以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就按部就班的去做就可以了 一向自信的柯文哲不說大話 不只要奪下幾席縣市長不說 連自己身量最高的台北市 那些去要選議員 通通也只說按部就班 似乎從高雄補選學到教訓 先從地方經營組織做起 而不是指信口開河 三立新文方捕風周寧台北報導